歡迎陳國文, 先歡迎陳國文博士 是 Koey, 我每次見到陳博士 我都想起一些東西 想起什麼? 小時候看那些超人演習 每次的超人都會帶新的武器出來 是嗎? 是的 陳博士, 今天有什麼新的東西 可以帶給大家呢? 是呀, 又是吃 又是吃, 是的 但是, 今天是吃, 吃, 是的 我覺得可以越吃越健康 陳博士, 這些武器真的很好 首先, 這個武器是什麼? 這個氣味 一個是智能的飯煲 是 可以煮飯, 可以煮湯 可以燜一些肉 甚至今天做一個焗鹽焗雞給你吃 很野味 我沒想過鹽焗雞可以在家裡做 還用電飯煲 是 這個叫沙薑粉鹽焗雞 好 我們所需的材料 我們要移一移布那個去看清楚 其實這個材料很簡單 我們有桂皮, 有花椒八角 也有沙薑粉 把現在師傅在炒的鹽、海鹽一起炒 這是什麼料? 混醬了 這些有乾蔥, 沙薑粉 有洋蔥之類的材料 就是這個了 對… 這個正在炒, 我可否嘗嘗呢? 因為我從來都沒試過這個 試烤, 炒得試吃就好了 對, 我都沒試過 在家裡可以做到這些 好, 現在炒到差不多了 接著我放進去 對 我們先煎好雞 醃雞很簡單 最重要是把肚子塗多一點 因為肚子裡… 裡面? 對 吸收最多的味道 甜品料 最容易吸收、吸味 對… 我覺得做這個節目很開心 為什麼呢? 由我完全不懂得煮東西吃 不喜歡煮東西吃 到現在懂得煮東西吃, 很好吃 把醃料放進肚子裡 是嗎? 好, 再幫他做運動, 先按摩… 醃一…大約半小時左右 乾它, 把膝蓋不要濕 乾它, 吸乾它 是… 用砂紙包著它 現在我做一個過程給你看 對, 通常會醃一醃, 先乾一醃 乾身, 然後就… 很簡單 乾身的程序就是這樣嗎? 還沒 不是, 平時放在乾身上 放在半小時左右, 一個小時左右 可以隨便你而已 現在我們示範一下 程序的過程就是這樣 對… 乾身後就這麼溫暖 對… 放進鍋裡的內膽裡 內膽裡已經有些… 對, 其實有些鹽在這裡了 把鹽放在這裡, 然後把雞盒放進去 再把鹽放進去 再把鹽放進去 其實鹽你不要浪費 是 你可以用一次、兩次、三次、四次都可以 現在看起來好像寶物郎 大樹底下刷坑, 藏了寶物進去 然後把它放進去 然後再用乾時間, 再刷出來 就是一件寶物 陳寶士, 我買這些鹽的時候 然後回來炒, 炒多久就可以煮? 炒到香 聞到也聞到, 炒到也聞到 我幫師傅拿著這個鍋子 麻煩你 對 差不多了… 封住了, 很豐滿 很簡單, 蓋上蓋子, 鎖住 按一個按鈕, 三十分鐘 就可以煮給你看 這個按鈕是否特定負責做什麼食物 三十分鐘 就是我們要做一個烤雞的時間 夠時間了, 三十分鐘終於等過了 好了, 我們現在可以吃了 很緊張 好像扭開一個機關似的 先補過那邊 我聞到很香的沙薑味 師傅, 拿出來 好, 麻煩你, 師傅 先把面子扒開, 先把鹽 好, 先把鹽放進去 我覺得好像很像寶物一樣 對, 究竟這個營會是怎樣 好了 鹽都寫出來是正常的 因為證明粒子夠多、夠豐滿 我看見很多雞的醬汁都流出來了 好, 我們先拿這個 輕鬆, 鹽焗雞 Koey, 可否叫師傅 快點斬開來做雞 師傅, 麻煩你 我也忍不住, 因為很香 對 我想也沒想過在家裡可以做鹽焗雞 以後跟著博士 其實你在家裡做什麼都可以 通常也是, 但我很少回家 對, 對吧… 竟然設計這麼多假居用品的博士 為什麼?因為他叫做埋頭虎幹 在實驗室做多些實驗 所以就很難回家了 這個虎仔也被你博到 厲害 好 好, 師傅, 麻煩你繼續 對 很香 我不客氣, 我試試吧 好… 我很貪心, 我在等雞腿 對, 不如師傅, 你先切腿給我吧 我已經忍不住了 對 對… 那種鹹的味道 還有那種… 整隻紙出來就行了 我特別貪心 像沙薑那種鹽, 獨有那種香味 滲進雞肉裡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對, 師傅, 為何雞仍然可以做到這麼滑 肉質 其實這個焗法是蜂蜜色來焗的 是 它是有壓力的 所以味道不會跑出來 其實外面吃到的, 可能會有點粗糙 這個完全沒有 對 Kloe, 你這麼大的雞尾 我忍不住了 你看我這麼小塊, 要多吃點東西 很香, 而且很濃烈 這個渣薑味適合我 沒錯, 這個濃烈的感覺 也要繼續保持下去 又是那句幾乎好吃, 也不能出聲 但是博士, 我們今天要謝謝你 各位家庭觀眾, 你們也嘗嘗吧 這集的問題就是 剛才所示範的主菜 是用了哪種材料呢? A, 魚 B, 雞 知道答案的 就聯同答案以及回遊信封 寄來亞洲電視 答中而又被抽中的朋友 就有機會得到有 德國寶所送出的 自家製簡易輕鬆煮食寶一本 每集的名額是有五位的 還快點寄信來參加 較早前的答案就是 A, 花其心, 足屍雞 恭喜得獎的朋友 我們會有專人聯絡你們